現在2月18日 星期六下午6時半 後面這一輛車房 界限街2號 剛剛賣了 和你做個簡單分析 望望的位置就是我現在挖著兩邊的門面非常闊 90呎 深水埗界限街2號 界限街大廈地下6、7號鋪 望望資料市場上都放了一段時間 說要價1,600,000到1,500,000一大堆的租化 我們可以看到 陶跡6、7號鋪門面很闊 基本上居住三面街 話說是界限街 這邊就是夾著通州街 南昌街和界限街的位置 陶來望到 這個大廈的樣子 要我給分 我給6分 位置一定差的 不過我覺得香港這些位置做車房 這些位置做車房一樓 但你一想著 因為發展就一般 對面望著一樓就是南昌1號 鋪著的位置就是這個店舖的位置 門面很闊 有90呎 那就是千多萬貨仔 九龍區這麼大門面 你要我名稱一個地方 1000萬90呎的門面 我都想不到 差就差了 發展前景就一般 大廈有什麼重建的概念 不過就是千多萬貨仔 挖著這裡是這樣的貨色 六個租客雖然靜 不過大件 所以真是半斤八兩 店舖最大的敵人就是網購 經常我看著每間店舖 我都在想這間店舖 會不會被網上購物影響呢 會不會真的買衣服賣物賣成品 到時網上購物 但是這些車房的時候 忙真一句 未車維修 車房這些位置 真的永遠有這個需求 永遠都有一些靜位的時候 做這些行業 所以我覺得這些對網購物影響 這個就是店舖裡面的位置 看看 紅色車這間店舖已經不包 只是旁邊的店舖給你看看 很大間的 這個已經是旁邊的店舖 再轉個檔看過來 第一樣是我跨出這道Good夜店的位置 就是叫做向三面街 但是 我跨住這道 在看著 向通舟街 南昌街 街閒街 我在香港找一個位置 望著三面街 就是找不到 附近環境 對面南昌一號 在二間 這棟大廈有什麼總建概念 千萬貨仔帶大家 算是這樣的 小店的六份